很多人问我不旅游你在家里都干什么 我在家里天天接送小孩放学上学 上车 上车 两个小孩就这样接住了 今天学的怎么样 很好 很好就行 我每天的任务就是接送他们 看看我媳妇在家里装着午饭 做的啥饭 西红柿 鸡蛋 还有热包子 挺好的 这大包子 家里做的好 干净卫生 你们喜欢吃包子不 喜欢 大伙们 真的这次出门 包子感觉很少吃 你像现在这个 在外面买包子啊 我也不太愿意买 韭菜 它是有馅的 真好吃啊 鸡肉馅的 鸡肉馅的馅多 可以 可以 咱也吃 吃点菜啊 吃点心感 技术可以圆圆 也热了吧 真的 香不香 香 这还有一个红薯叶 红薯叶一斤多少钱 一块钱一把 一块钱一把 可以 这小生活可以 大伙们 现在已经是下午的五点多了 这吃完饭啊 也没有啥事 就在这里啊 打打电话 相关部门打打电话 然后在这里啊 查一查这网上的资料 看看这东西啊 该怎么写 还得把这个相关文件 给人家邮寄过去 对方不旅行 怎么执行呢 怎么执行啊 你得写这个书面材料啊 执行通知书 就按他这个写 然后给他游过去 申请强制执行 哎 这还是挺麻烦的啊 咱们呢 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这我做人啊 老老实实 本本分分 咱们也不去招惹别人 但是没有办法啊 有人招惹咱们 所以说忍无可忍 无需再忍 只能这个样子吧 然后对方呢 你看这 就赖得很 真的很赖 既然输了 那你就老老实实的 把这个钱该赔了 赔了就行了 但是他就是要赖着 就很赖 你说这怎么弄啊 这只能这样强制的来 强制来的话 就增加咱们这边的工作量 马上快八点钟了 老婆在厨房里忙活 就在弄奶是吧 两个杯子 两个小孩 先看看老大在干嘛 再看看老二 明明这本书背到哪里了 就这里了 前面的都会背吗 那我随便找一个试试啊 厨州西界 厨州西界 他为乌目 无言又朝见 别生 下有华 一身树米 水潮带于晚南 新年点 陆无人都自豪 厉害 厨州在哪里知道不 在安徽 他离南京特别近 江苏的南京 这个叫归院 谁谁写的 王昌林啊 这闽农肯定知道 除和日当午 这我都知道 好多古诗说真的 我真不知道 懂不大别 纵花青 绝句 逢入京史 谁写的 谁写的 春餐 是春餐吧 春生 行吧 读吧 把我妹妹给热了 那我媳妇现在坐下休息了 想一下我写完了 写完了 怪人的吗 那个 律师咋说啊 就是一份是一份的收入 你给了人家一份的钱 你想让人家干两件事 那不行了 第二件的费用得拿出来 不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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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到时候 那怎么说呀 你还不得踏出 说话是这样说的 但是怎么说呢 就是下午还在那里说是吧 别人赖 我觉得咱们不能那个样子 我 那我还有个痛苦 嗯 他们一下没有别的东西 应该有吧 这个钱不多 他不至于说要变成老赖吧 不是 我说可以把他名上的东西保全一样 那毕竟咱们现在在这里 在河南 那个是在外省 那还得去找律师 找他本地的律师保全他一样东西 那 还是代价太高了 最后他都得承担 对 我怕他 我也担心他承担不了 他真的是 因为年纪也大了 你知道吧 等一下 妹妹 那保全完了 那也是很简单的 全全交给你 那没有啊 没有你怎么执行呢 他明天不可能没点东西吧 房车 存款 工作 哪有房车 哪有工作 我工作的话会干这种事情 行了朋友们 视频就拍到这里 那我不知道 拜拜